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由徐晓明编剧 导演 监制的电视剧 《大侠霍原甲》风铭香港 随后又作为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 席卷大江南北 成为一代人记忆深处的武侠旋风 现任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会长 长江国际营展评审主席的徐晓明博士 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大侠霍原甲》当时曾一度 引起教育界与学界对剧中精神的赞赏 我们还是很用心 我拍的戏还是保持原来我那个原则 我们的那个 我的作品当中 都是带有爱国精神 善无分明的题材 那些是我们给观众的那个信号 过去一周 香港多家高尚学府沦为暴力摇篮 徐晓明对此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痛心疾首的文字 中文大学在1963年成立 筹募建设资金及选址新建 都是我的恩师黄熙赵先生 连同一班教育家 爱国的慈善家 尽心尽力建属的 目的是作与英才 贡献社会 爱国爱家 谁也没想到今天的中文大学 变成反中乱港的兵工厂 暴力行为令社会失望 令多少市民受害 令多少教育家绝望 令多少父母心碎 教育我是从至少在香港生 香港长大 这几十个年头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非常非常的爱护我们香港 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行为 并不是仅仅他们说口号 争取什么自由 其实现在它是毁掉自由 我相信没有一个香港的市民 可以同意他们讲究 我相信也全世界的那个眼光 看这个世界的话 那些都是暴动 是要命的行为 应该我们应该是用我们最强大的一种武力 去控制这种场面 要把那些凶手要抓 徐晓明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香港修理风波以来 他多次出现在不同场合撑紧 支持特区政府 止暴止乱 正因如此 他也承受着一些非常恐怖的要挟 反正现在 你谁是爱国的 你讲一句话的话 他们肯定会攻击你 肯定针对你 可是往往你就是躲躲避避的话 那个就是大师大废之间的话 你模棱两可的话 往往就会做这个反作用 我们还是保持我们那个爱国的精神 我也公开地回答他们 我说我们还小 你可以看一看 国家改革开放的时间 我已经到内地去 把我拍电影的技术 把我拍戏的理念 已经在内地发展了 我并不是兔人爱国 我并不是在大陆有钱捞 我才进去 徐晓明讲到 演艺圈的一些知名人士 都有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 支持他们 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发声 谴责暴力行为 但个别歌手 演员 导演 一边去内地拍戏赚钱 一边选择明哲保身 甚至思想靠近激进示威者 让他感到非常遗憾 我真是看不起那些人 你自己留着 那个中国人的 炎黄子孙的血 你都不想到 这个重点问题的话 你根本是已经玷污你父母 你还跑到国外去 求外国人插手帮忙 那些是汉奸 我们是走狗 对吧 那些人 我们不求得起你吗 绝对求不起你 在徐晓明看来 很大一部分香港年轻人 都不能清晰地知道 我们中国的过去 这十分遗憾 作为一个电影人 电视人 他希望用作品中的 情节和感染力 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爱国 什么叫善恶 徐晓明给记者 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一名解放军高级军官 见到徐晓明时称 因为在年轻时 看了霍原甲 激起其保家卫国 弘扬民族精神的情怀 并因此参军 如果当年所看的 不是霍原甲 而是蛊惑仔 可能现在变成的是 所谓的江湖大佬 他这句话我非常感动 因为往往就是 那种精神 就是我的精神 我需要的精神 那么所以我希望呢 学校 老师 父母亲 对他们的教育 引导非常重要 看一些文艺的作品 更重要 有些大学生 他从来不接触 中国的文化 历史 不看我们所谓的 文部武茶小说 不理解我们的 现在的中国人 怎么从艰苦中磨难中起来 他永远不珍视 他自己是中国人 他永远不会感觉到 中国人的骄傲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